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龙公妈祖庙将要重建 庙方长期捐赠社福团体物资工艺行善不落人后 盼望重建后的香火更加鼎盛 新北市三峡区新龙公妈祖庙建庙240多年 应建主外观无法融入老街景观 加上现有空间不足 因此决定赤字五一重建 预定2026年完工 妈祖庙要重建是地方的大事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抱持感恩的心情来共襄盛举 并预祝改建工程顺利 也希望妈祖持续护佑三峡 我们新龙公 我们向大家全上信尾 这个庙 玄龙时代40年就开始起 起了47年 到现在已经240多年 这个庙是历史以久 今天要感谢我们信教 我们的庙庙来支持我们的玛堡 让我们的玛堡以为敌人 大家可以去担心 我们的感恩的心情 来帮他做一个重建 希望今天 重复选担意 其中 这年的中间 需要新北市为玛堡 做三大学时 我们 但是领委员 你就不要客气 还可以口袋 我会就快要随时 做好事 让我们的玛堡 可以扎持续 可以继续 给中心的流失 来给他回答 我们这庙庙 从14年到现在 272年 建政 2440年 第一座中间 第一座中间 转身 如果有200多年 就没有中间 可能给我们出关这庙庙 所以 我们希望 我们的政府机关 我们的 人和民意代表 尽量给我们帮忙 让我们继续完成 这个中间的主意 三峡新龙高妈祖庙 主任委员 陈福生表示 青龙宫建庙已超过240年 因建筑外观 无法融入 整修后的老街景观 而且现有空间狭小 不服使用 因此筹资经费5亿元 规划原地重建 预计5年后可落成启用 也判提供信仲 一个舒适的残摆空间 记者 沈金华 吴志恒 新北采访报导 三峡广行宫响应新北市政府 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捐赠了400双新鞋 给三峡及树林区21所 国高中小的弱势学生 包括教育局长张明文 三峡区长周近平 及各校代表都出席了捐赠仪式 感谢广行宫的善举 四百双鞋在桌上一字排开 不仅看起来壮观 同时也是各地善心人士的爱心 三峡广行宫主委黄藤廷表示 广行宫历年来就持续进行 地方弱势关怀的活动 这次发起爱心捐鞋 立刻就由厂商 响应以半价提供跑鞋 远在加拿大的信众 也跨洋认捐200双 一天之内就达标 非常感谢所有信众大德的支持 长久以来都有一直在 关怀弱势 关怀学校的一些事情 那也不会终止 会继续下去 那这一次是也经由 我们广行宫发起 然后也很多善心人士 真的很有心的来帮我们募款 然后来帮助21所学校 大概有400多双鞋子 然后帮助小朋友 让他今年的过年 能够有一双新的鞋子可以穿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不只以后能做的是这样子 甚至能做到新北市 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谢谢 代表市府自政感谢状的张明文局长说 受证对象经过导师确认牌服以后 妙方还特地派人为学生套粮试鞋 让小朋友在过年前就可以拿到新鞋穿 而在雨季也能够替换 三峡区长周静平也十分感谢广行宫 多年来为地方公益的奉献 有这么多的善心人士 关怀我们的教育 让我们的孩子 未来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善心意举 我们要特别谢谢我们三峡广行宫 还有所有善心大德 我们大家一起支持教育 关心教育非常感谢 我相当感谢我们广行宫在地方做了这么多的善举 照顾各个面向的人 希望广行宫可以持续来关怀 我们三峡一些需要照顾的对象 那不管是哪一个族群 我相信都有需要照顾的地方 也很谢谢广行宫 捐赠仪式完成后 妙方就迅速将400双鞋分装打包 教由各校带回 分送给弱势的孩子 尤其是家境清寒却又没有中低收入证明的 让他们在这次活动中能够得到实质的帮助 结合政府、学校以及民间的爱心 尽最大努力照顾每一位学童 记者赵宣、吴志恒三峡报导 银哥驱公所活用办公大楼空间 打造了银哥乐陶艺文走廊 近期展出了银哥工商与传承地址 曾祥轩的连展 曾祥轩是银哥工商陶工科 师徒制成功的例子之一 现在他也回到学校担任老师 指导学弟妹 透过记忆传承 成就银哥陶池经典小镇 来到银哥驱公所 不要只是雇着来洽工 还要记得环顾大楼里所展示的各式各样的作品 为了营造具有艺术气息的洽工环境 银哥驱公所自104年起善用锁内空间 打造了银哥乐陶艺文走廊 提供素人艺术家一个展现才艺的舞台 尽情展出的是银哥工商与传承弟子曾祥轩的连展 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的曾祥轩 此次搭配指导的弟子许珊珊与曾冠月桂 共同参与这次银哥经典小镇的艺术饗宴 并在现场示范立体彩绘陶瓷 同时也安排银哥工商学生 以曾祥轩及学生的茶器作品 在现场为民众奉着 银哥工商进修部本次展出34件作品 包含了胶彩画以及纸雕 作品丰富精彩将展出到3月底 欢迎民众在工作上班时间可以自由前往参观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银哥区奉明礼记机器人公园后 再利用闲置空地完成了豆豆龙公园 因为是以恐龙GRC地景为主轴 所以启用当天还在沙坑埋了化石恐龙蛋 让小朋友来寻宝 并挖掘蛋里头的恐龙化石十分有趣 位于银哥区奉明重画区内的豆豆龙公园 在新北市副市长陈静淳 银哥区长石明贵 市议员苏鸿青 奉明礼长陈芷柔共同接牌后正式启用 这是新北市第四十处奉明礼第二处特色公园 银近社区的民众都非常开心 多了一个遛小孩的好去处 因为我是住附近的 觉得刚好就公园开幕 就带小朋友去看这边 其实还还不错 就去沙坑小朋友在玩沙子 而且现在有噴水 夏天的时候是比较深 好玩吗 好不好玩 你喜欢玩什么 喜欢玩沙子 有没有找到恐龙一旦 有 豆豆龙公园主题为恐龙水世纪 将恐龙意象及造型水设施融入游戏场 并以公园中央的游戏广场为设计重点 配置沙口及山形汤泡网 丛林感的苏铁落铺与绝类水雾 以及长眼的三角龙化石地景为设施 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豆豆龙公园是由金融地方上来票选 大家比较喜欢这个比较亲民的一个豆豆龙的名称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风处 针对这个公园的造型 我们就采取红龙的一个造型 风铭里长陈子佑说 有别于机器人公园 豆豆龙公园是否学龄前的儿童使用 希望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我们从话区这边有很多的社区 那这些大楼社区的那个住户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因为之前的经验 就是我们在机器人公园那边的那个公园滑梯 比较适合年纪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做一个适合年纪比较小的 公园周边有复民国小 居民孩童及老年人口众多 公园启用后 也让邻近的民众有了更好的休闲设施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最近社区流行彩绘风 板桥福德里里长刘慧玲就选定了三个地点 以拼接风格为主 改造老旧社区原本阴暗的巷弄 带来明亮的视觉设计 板桥福德里里长刘慧玲 用照片记录下五尾像进行彩绘的过程 多重颜色的几何图形 拼接风格画风 五尾像的墙面上改写了 巷弄最尾端容易阴暗张乱的宿命 里长刘慧玲跟上最近流行的社区彩绘风 特别是挑选三处 申请新北市的经费 借以改造老旧社区的样貌 它其实是个阴暗的地方 它是一个五尾像 然后是一个另外一边是一个小巷子 就是其实它虽然是个小巷子 却是大家很喜欢走路的地方 甚至有摩托车会过去 那它会造成我一些困扰 就是它阴阴暗暗的 甚至有脏乱的问题 所以这是因为我们刚好是 后巷的那个下水道的整修 那我就跟水利局申请了这个工程 那我这一次的那个风格就比较明亮的 用那个几何图形 让它造成一个视觉上比较明亮的色彩 五尾像的墙面上颜色分明 画风以现代拼接为主 狭窄的巷弄内则是走可爱风 猫咪狗狗最牢狱 再转个弯来到比较大的巷子 则是以动物为主 设计风格鲜明强烈 对于老旧社区的改变 居民相当有感 每天经过的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带着小孩子 小孩子也比较开心 就会稍微留意一下说 它画了什么东西 画的漂不漂亮 其实整个施工过程 我们住这边也都有看到 那他们的画工事真的还不错 对 整体环境真的改变很多 有啦 就是走在巷弄会觉得说 这个社区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让这个地方 其实远远就可以看到 它是个明亮的地方 那也稍微再改了一下 我们的路灯的高度 让大家在晚上走起来 是真正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福德里这边 多是超过三四十年的老房子 老旧社区要做出变化 确实有难度 透过彩绘图案就像是魔法师一样 点亮了灵力带来改变 记者林立如新北市采访报道 永和瓦窑沟一带 一道大雷雨 往往排水不及 造成居民淹水噩梦 新北市政府为了解决 永和一号二号临时抽水站 抽水机组效能不佳 及暂停老旧的问题 改建为永久抽水站 市长侯友仪视察改建成果 并且表示将成立治理平台 积极整治瓦窑沟 每逢大雨贯穿中永和的瓦窑沟一带 排水宣泄不及 倒灌回市区 公车行走在淹水的路面上 居民印象深刻 为改善瓦窑沟排水效能 新北市政府将永和一号二号 及安乐站临时抽水站 改为永久抽水站 增加了抽水效能 并以混泥土结构 代替原本的铁皮屋 新北市长侯友仪视察工程进度 水利局作出简报 预计完工后 抽水量增加百分之一百九十 这个是以前在灌溉在抽的 以前真的找不到抽 其实就找一个灌溉在抽 所以两系列面 那个效率非常差 然后几乎都不抽的 我们现在给它更换以后 所以我们现在更换大概就是 就是会变成一个 0.5的两台 跟一的 一台整个是新的 那一样我为什么要用0.5 因为0.5就是要提早取抽 要增加下水道的自用空间 永和一号二号站 及安乐抽水设施 预加花费八千一百二十一万元 改建为永久设施 目前先完成了一号站 侯友仪表示 瓦窑沟整治 最重要的是沿线的抽水基础老旧 再加上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还未达百分之八十 因此计划以两年的时间 折成相关局处市 成立瓦窑沟治理平台 逐步治水 整个污水下水道 还没有做完 以及积淹水的很多的管线 因为人仇地小 所以在输作非常的不易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透过瓦窑沟的助理 先把积淹水的问题先做解决 所以才有福和桥那些路段 以前很难输作的 地下的这些排水系统 我们快速把它整整完毕 除了整治瓦窑沟水患之外 侯友仪表示 包括沿岸的景观和休闲设施 也必须要征收民地进行规划 拜托私有土地地主 可用容积移转的方式进行征用 公司合作加快瓦窑沟 治理的速度 记者林立如新北市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T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我们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